請部長 還有請調查局的局長 警政署的長官 警政署副署長還是刑事警察局副局長 管監聽的 監聽是副局長 副署長應該先了吧 副署長 一起好了 管監聽的一起來 請問部長 其實我們幾位委員 對你這段時間的辛苦 大家基本上是肯定的了 你要加油 雖然你好像 有些有些 你感覺這個使不上力 但是基本上我們是支持你 希望你好好做 在這個位置上好好的發揮 好好的發揮 但是我要提一下 當我們的 老科在這裡開口閉口講特務治國 你們這幾位長官 你心裡 什麼感受 報告委員 這真的是我很深的感受 因為我們學法律的 你可以接受嗎 我不能接受 那你大叔說出來啊 shout out shout out大聲講出來 美國現在有個節目 shout out大聲講出來 謝謝委員 不是啊 台灣不是特務治國 是我們要憑證據來認定事實 而不是說光是口號去認定事實 什麼叫特務治國 你的解讀 什麼叫特務治國 特務治國就是 有當權的人濫用手上的權力 非法的去做一些維護自己利益的事情 但是現在地檢署已經認定 其實特徵組並沒有違法監聽 並沒有濫權 所以一直講特務治國 無限上綱到總統 這一點我覺得深不以為然 因為有沒有任何醫師的證據 說總統利用特徵組或院長利用特徵組 完全沒有證據 你能不能用舉例說絕對不是 其實這次調查的監聽案件 就很清楚 他完全是有一個很清楚的偵查計畫表 裡面說為什麼要監聽 然後是法院審查合法 請問 那個局長 調查局長 還有警政署的兩位長官 你要講特務治國 你什麼感覺 本局不是特務機關 本局是司法調查機關 那個警政署 警察機關一切都依法行政 依法行政 你要說你們濫權 有沒有 我覺得這個部長 你大可舉歐巴馬監聽全世界 所以如果講特務治國 那美國要當人不讓 美國第一名 不是台灣 馬英九比不上歐巴馬 對不對 這個馬比不上那個馬 是 報告委員 事實上我們後來了解 美國監聽案件 即使不談國安 不談反恐的監聽 光是他們國內的法院的監聽 數量就超過我們非常多倍 他們一個案件 平均監聽一百零四人 平均一個案件 監聽三千五百八十四線 所以他比我們的數量 我們一個案件監聽幾個人 可能個位數兩三個人吧 最多是兩三個人 所以我們監聽的限數也是個位數 不會像他們那麼多 如果 如果只是說因為 這一次老科被監聽到了 然後就一直開口閉口講特務治國 你們要大聲講出來 不是 非常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強烈抗議 我都沒有 做球給你才講 沒有看到你書面都沒有 你們大聲講出來 謝謝委員 這讓我們要大聲講出來 社務治國請舉出證據 是啊 不是官憑口號 就是監聽 當然我們也反對非法監聽 但是隱私跟個人 個人的隱私跟公共利益 這中間要取得拿捏 取得平衡點是不容易的 是不容易的 那你這個一線多掛 一案聽到保 這個外界當然會覺得浮爛 但是這個名稱也是他們發明的 事實上就是每一線 都要法院的監聽票 同意才可以監聽 那聽到A案 拿去辦B案呢 如果他有超過法律的規定 當然也是違法監聽 這些法院也會審著 我特別請後面幾位長官來管監聽的來 就是請你們務必要很小心 以後再執行 以後再執行 後來又發現了 人家一個一個抖出來說什麼 連蕭案場都監聽 有這回事啊 哪一位調查局的有沒有 有這樣子嗎 所以調查人家吃飯了 因為要調查這個什麼 年代的練台生 所以一起去勤收 有這回事嗎 本局並不清楚相關的狀況 不知道 請政署呢 請政署也沒有 這回事 這次從哪一來呢 他有的話你們要去查 那個部長 你有去查一下 報告委員 因為媒體上報的東西 很多跟事實不符 比如說上次說監聽15位立法委員 事實上根本不是那麼回事 所以我們如果跟著媒體去調查的話 我們自己也是就是沒完沒了 你們總要發個新聞稿吧 是 這個監聽 你知道掌握卸任副總統國家復原所 是很大的事情 是 是很大的事情 但是這種新聞稿 老百姓就怕 連副總統卸任都不放過 我們老百姓算什麼 感覺會怕 是這個新聞稿 應該他是指特徵組去做這個事 所以應該是特徵組去發 但是我們也不 對 但是我們因為不介入個案 所以他到底有沒有做這些事 他自己招事情去澄清 你了解 蔡三主委沒有澄清 報告委員 有一點事情有一點為難 就是說 比如說像上次說監聽十幾位 監委 可能當中有極少數是有 大部分沒有 但是如果你去否認哪一些 就等於證實另外那些 所以有時候去澄清 事實會有一點為難 是在這裡 你不澄清 你不澄清就是默認 不是 不能說媒體報的就是實在 我想民眾應該要慢慢有這樣的認知 因為媒體很多報導 真的跟事實人差出入很大 那這個媒體的部分當然 也只能期待他們新聞自律 但是他確實很多東西不符 有時候我們去 通報法他們要把整個監聽 等於把你們調查局 來調查局的 調查局警政署的 要把你們監聽的任務全部廢除掉 你們同意嗎 來 局長 本局是一個依法執行的一個機關 我們是看什麼樣的法 你會不會覺得說乾脆不要算了 你們擁得 擁得一身心 我想這個有依法 我們依法行政 好 警政署 監聽的職位在世界各國都有 所以我犯罪了針防的監聽 世界各國沒有人放在司法院的吧 來來來部長 確實是這樣 其實監聽單位 他根本沒有涉入監聽的內容 他只是在做技術操作 在針防的內容調查 跟他都完全沒關係 所以他們其實只是等於像是 技術人員這樣的一個性質 所以要放在哪裡 重要是說要有一個地方可放 比如說司法院他願意可引放 或者制度上 你同意嗎 你主張嗎 我不太同意是因為這樣子會變成 因為司法院他是監督單位 如果又要他去執行 變成他求援監裁判 反而把制度混亂掉 這樣子的話你們法務部就沒有牙齒了 沒有工具了 會不會 這是兩件事 就是說調查局跟刑事警察局 他們只是一個執行單位 他沒有涉入任何偵查的內容 他監聽的內容他也都不聽不看 所以其實講起來這個只是一個執行面的問題 跟那個偵查的方向 跟他的有沒有嚴格遵守法律的分紀 其實是沒有關係的 來部長 因為美國政府對全世界監聽 特別是網路都監聽 這時候 因此微軟正在討論為旗下的線上服務加密 請問你 你令我不知道後面可以帶打 政府機關通訊加密可不可行?加密 我們政府機關現在有加密 現在必須有 我們當然有 現在有 不然的話我們很多政府機關的一些公文 甚至是一些密件 都會被別人這個探聽到 我講是網路喔 你們在直接 line來line去 請問你有沒有用line 我有用line 但是沒有用在公務上 那是我自己私人的 來後面幾位長官來 局長 有沒有用line 我們在一般 我們電腦來講 我們是有區隔的 公務的電腦跟各式電腦 不是啊 你有沒有用line line的原則堂同仁有用line 你有沒有 你有沒有 我沒有 你有沒有 後面副署長 公務上就用 你有沒有 你有沒有用 沒有 蛤 對不對 年輕人用line 你知道這個年輕人都用這個 你們要 後面幾位 後面幾位 那個 人家 人家Google日程 我講過了 但是我今天一定要再講一遍 這個 這個 上半年政府特別去文 要求Google提供用戶的資料 306件 444個帳戶 而且 也就是說我們政府在偵查犯罪的過程當中 常常要求這一些的網路的平台業者 提供個資 部長 要不要回應一下 是偵查犯罪的時候 需要收集什麼證據 常常是他個案去承索的 比如說 在網路上 販賣 毒品 或者是說他有去涉及召計 或者說經營這種 這種色情行業的話 那他如果沒有 通常都不會曝露真的姓名 所以你必須要從這個線索方面 去追查 可是你要去 你透過平台去要這個個資 你總是事後要告訴當事人吧 通胖不是要告訴當事人嗎 對 有沒有做這個動作 你可能不知道喔 來來來王局長 你知道嗎 來 講一下 來來來來 兩位長官可以 記住的 就是 我們透過網路平台 比如說 Google等等的 然後 要個資 事後有沒有通知這個個人 有沒有 掉個資 跟那個通訊監察 是不一樣的 通訊監察 結束以後是要通知 但掉個資沒有 沒有要通知 喔 那你不是今天公開承認 公開承認 我們人人自偽 我們所有的登記 Google 登記Yahoo 登記這些平台 你們哪一天要掉個資 那這不是另類的違法監聽嗎 不是 報告委員 檢察官在查犯罪的時候 要掉很多資料 甚至包括他過去有沒有 比如說 詐欺的車禍 他過去是不是本來就已經 手就受傷了 去掉他的醫療紀錄 比如說掉他有沒有收費 有沒有他的金流的資料 很多證據檢察官都要掉 那這個掉 不像通保法有特別規定 說要通知當事人 但是他可以越卷 如果在 這個我要修法 我覺得太可怕了 我覺得太可怕了 這一部分來講 這一部分來講 我跟你講 你所謂可以去個資 來來這位長官是電競局的 還是哪裡的 調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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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信監察處 你的意思就變成說 你們一天到晚在透過平台 調我們的個資喔 包括你就義的資料 其他的資料都有 欸這很可怕 我跟委員 做一個解釋 我是通信監察處的處長 好好好 長官 我們請通信監察處的王處長 好處長 你那麼急幹什麼 我跟那個 對不起喔 我跟這個問題可能表達了 他講錯了是 旁邊講 有一點不了解 回去吧 這個是偵查手段 因為發現有人在網路上犯罪 然後你要查清楚 這是什麼人 這是一個偵查的作為 去查清楚 他的身份 機制 部長你不要 因為我的神快到了 這不是跟監聽有關 當然有關係 怎麼沒關係呢 這清分隱私了 怎麼沒有呢 我各自 拜託我的網路 我在Gmail 我在Google裡面 在Yahoo裡面 登記我一個網站 那是我的Privacy 你怎麼可以 都沒有我的同意 然後沒有法律授權可以的 進來看我的 怎麼可以 當然不可以啊 報告委員 如果他完全是個人的行為 當然沒有關係 但是他如果在販毒 在網路上犯罪的話 那他就牽涉到 比如說最簡單消保法的規定 你賣放要不要揭露自己的身份 那個部長你回去 好幾人就這一塊 我要求你好幾人 因為這個網路這一塊 等於現在沒有法規範 所以你們就如路無人之地 報告委員 怕你們你們去調 他去個資就跑去個資 很可怕 這個東西 報委員 可以容許我做一個補充 個資法裡面有明確的規定 我們在偵查的過程裡面 只要涉及到國家的法律 或是公共利益的話 或者在偵辦案件的話 我們是可以去調這個資料 個資法我們是根據特定目的 偵辦犯罪 他是犯罪嫌疑人 已經有誓證 我會去追這個事情 你們這麼急著否認代表有鬼 代表你們都誰出 我跟你講 你們如果是犯罪的 這些犯罪嫌疑人 當然我們尊重 但是 但是這個我們怕你們 就是不提醒你們 你們現在就會越過去做 洪心就跨過去 看個字很好看 趕快找 看這個看的 大家小心 我特別是年輕人 網路使用者 一定讓我被侵入被你們 害客進去 很可怕 如果要監視E-mail的內容 絕對要通過 通保法的規定去申請 我會去追這個事 我時間到了 我會去追這個事 接下來請